第199集 叶少阳缓缓点头 这一点 他倒是相信 滕忠云是一个法师 哪怕是为了自己的安慰着想 也绝对不会跟一个邪修的女妖在一起 滕永青接着说 真想是这样的 当时他们两个在一起生活了好几年了 有一个尤方的法师 来到附近 一眼就看破了七姑的真身 射击捉弹 当场就跟他斗起了法来 法还可真多 小灰探道 叶少阳好奇地问道 你们四川人也看新白娘子传奇吗 有电视啊 什么不能看 小灰回答道 目光转向滕永青 问道 你接着说呀 后来呢 那法师不是七姑的对手 七姑放他一条命 他反倒倒出圈养七姑的身份 结果 滕家六个村子的村民一起围住滕忠云家 让滕忠云把妖怪赶走 七姑因为受到那法师的暗算 被法器破了身 邪性大法 杀了一些人 滕忠云到底是个法师 而且是当地的族长 看到七姑杀人 受到刺激 也是为了保护族人 就跟七姑交起了手 七姑当然不肯与他为敌 所以逃走了 结果滕忠云反而被族人责怪 说他引邀入室 则令他捉拿七姑 不然 就废了他族长之位 滕忠云一个人来到山里 找到七姑 也不知道两人怎么谈的 总之后来七姑甘愿为他牺牲 以自己的伏法 来换取滕忠云在族人中的危险 自愿交出妖血 让滕忠云早离作庙 驻成五行结阴阵 把他灌在庙里 听到这 叶少阳恍然大悟 原来七奶奶庙和五行结阴阵 是这么来的 这一点 也是契合了自己之前的推测 只是没有想到 原来这背后 有着这么一段曲折的故事 小灰叹了口气说 也是个痴穷女子啊 后来呢 她怎么又开始协修的 滕永卿接着说 后来滕忠云经常去庙堂里看她 还发动乡民信她 为她烧香上供 虽然夫妻做不成了 但对于七姑来说 这未尝也不可接受 毕竟一人一妖 本来就不可能长相厮守 可是后来 滕忠云渐渐的来得少了 态度也不一样了 后来干脆就不来了 七姑出不了庙堂 一天天着急等待 后来抓住一个来避雨的人 一问才知道 原来滕忠云要娶了一房媳妇 还是镇长的女儿 该死 小丫头汪婷怒哼哼哼地说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复兴人都该杀 叶少阳看着她 小妹妹 你说那个滕忠云是复兴汉 我同意 但你说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这 汪婷撇了撇的嘴说 我又没说你 这是什么话 难道我不是男人吗 叶少阳郁闷到不行了 别说这些没用的 小灰瞪了二人一眼 接着向滕永青问道 我猜 七奶奶就是从那时候起 变得疯狂的是吗 滕永青点了点头说 七奶奶开始杀人 但是也没杀几个 就没人敢去她的庙堂了 她被阵法困重 出不了庙堂 怨气一天天地增加 直到后来 遇到那个鬼差 那鬼差跟她之间的故事 我不知道 叶少阳脑补了一下 七奶奶一定是诱惑了那鬼差 或许对她表示出了好感 不然那鬼差 没道理为她而违反天道 甘愿给她当鬼仆 不过 她没有兴趣去八卦这其中的隐秘 毕竟鬼差也死了 再去知道这些 对整件事也没什么帮助 后来那鬼婆开始蛊惑七姑邪修 先冒充鬼怪杀人 然后以七奶奶的身份去镇压 恩为秉施 让当地人对七奶奶越来越信服 让他们心甘情愿地 送双生子鬼胎来给她修炼 后面的事 大法师您应该也知道了 假如没有你来破坏 要不了多久 她就会突破阵法 她这么做的目的 是为了什么呢 叶少阳说道 虽然七姑是妖 但阴私还是认定 腾忠云背弃心意 抛弃发妻 发她做诡异 一直没有去轮回 七姑的目的 是修成妖王 好下的黄犬 把腾忠云的魂魄将来 百般折磨 然后杀掉所有腾家后人 叶少阳缓缓地点头 这种恨意 她完全能够理解 一个人想报复对方 有很多方法 鬼和妖在这一方面 还是比较单纯的 就是杀 你死后就杀你后人 后人没了就杀族人 什么都没了 就报复社会 当下看到腾永青一眼说 你还没有解释 你为什么会是七姑的后人 腾永青说 七姑跟腾忠云在一起的时候 生起了一个儿子 叶少阳心中一动 说道 他当时已经是妖灵 腾永青点了点头 叶少阳暗暗地吸了一口气 确实 妖精只要修到了 妖灵这个等级 不光能在外形上 模仿人类的形体 连身体构造都一样 是可以生子的 后代在外表上 与一万人无疑 但毕竟是半妖人 体内的妖血一旦被激发 会蜕变成妖 而且 这种妖血 会代代传承下去 不会得到丝毫的减弱 所以 叶少阳想 站在自己面前的 是一个随时能变成妖精的人 腾永青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 说道 在封隐气鼓之后 与那个镇长女儿成婚之后 唐忠云把他的儿子送到了骆家身 交给了自己当初的师父来抚养 长大之后 成为扶门居士 修炼法术 娶妻生子 等等 和尚可以生孩子 汪婷瞪大了眼睛 吃惊地看着腾永青 腾永青笑了笑说 居士不是和尚 是一种戴法修行的身份 也就是俗家弟子 所以 是可以结婚的 汪婷哼吕声说 既然信了佛 就不应该贪图美色 不然就是心不成 腾永青笑了笑 没有辩解 腾忠君在这方面的考虑 是对的 他的儿子体内 有齐骨的腰血 只要离齐骨在方圆百里之内 就会被感应到 到时候万一腰血激发 会退化成腰 而唯一能克制住腰血的 就是法术 因为腰血的传承 我家美带丹传 都在罗家山堂居士 学习佛法和法术 抵抗体内的腰血涌动 我得知叶天使 要来破五轨半山阵 特地赶来相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